第七百四十七集 哪有 我又不是喜心厌旧的人 叶浩轩有些尴尬地说 你敢摸着你的良心 说自己不是喜心厌旧的人 叶浩轩说的这话 连许彤彤都听不下去了 他苦笑不已 这次在京城多待些日子吧 许彤彤问道 不 后天就走 叶浩轩摇摇头 哦 许彤彤微微地有些失望 但是他随即笑道 路上小心 我会的 叶浩轩点点头道 许彤彤的性格原本是有些大大利劣的 但是他在叶浩轩的跟前 乖得跟个小猫似的 不得不说这世上还真的是一物响一物 长济最近怎么样了 叶浩轩道 还好 你的路子都铺好了 所以进展很快 新工厂那边已经开工再见了 而且非洲那里的药铺货量很大 很受那边的人欢迎 许彤彤说 那就好 叶浩轩笑道 你的路子都铺好了 如果我再什么也弄不成 那我不是笨死了 许彤彤笑了笑 哪里 我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叶浩轩有些尴尬地说 叶大哥 这一次在港地吃了不少的苦吧 许彤彤有些心疼地看着叶浩轩说 吃苦倒是不至于 因为我从小就是穷人家的孩子 不过那段时间里 挺想你们的 叶浩轩淡淡地说 在港地的那段时间 处处受制于人 他的确是挺怀念京城的 尤其是那几个始终对他 不离不弃的女人 嘿 原来叶大哥也会想我们呀 我以为叶大哥你啊 走到哪儿都不去女人园呢 许彤彤说道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叶浩轩有些尴尬地说 以前招风引蝶的 都是因为年轻气盛 他原本以为 他对每个人负责就行了 可是现在想想 那时候还是太年轻气盛了 感情如一 才能对一个人负责 他一个人不可能分成几个人用 在许彤彤那里待了一会儿 左一遍敲门进来说他爷爷道了 在一间僻静的片室里面 叶浩轩见到了左红西 多天不见左红西 越发越显得是红光满面 因为从小修行古武 又有家传的养生之道 所以说他的脸上几乎没有一丝皱纹 左红西年轻的时候一味的修行 算得上是中年得子 所以尽管他的子孙都还年轻 但是他今年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 让左红西遗憾的是 他这一辈子陷于资质 恐怕没有办法达到天井的修为了 左家在几十年前的江湖中 名声很响 一门三位天井高手 可谓是圣级一时 可是到了近代 竟然连一个天井高手都没有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古武世家的悲哀 左老别来无恙啊 叶浩轩微微的一笑道 一生的修为也是越来越精湛了 恕我老眼昏花 看不出来医生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了 左红西笑道 左老感觉我是什么境界 叶浩轩微微笑道 至少是玄境吧 左红西有些不确定地说 看着叶浩轩自信的笑意 他心中漠然一惊 脱口而出 莫非 医生现在已经是地界的修为了 前几天在港地 侥幸突破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天纵奇才 除了这四个字啊 左红西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叶浩轩了 他现在九十岁的年纪修行了八十年 也不过是堪堪的地界后期 而叶浩轩才多大 他区区二十多岁的年纪 竟然已经达到了地界 他以后的时间还很多呢 突破先天之境 绝对是轻而易举的 叶浩轩的修行速度是他生平仅见 他只能用天纵奇才这四个字来形容 同时他也深深地感觉到一阵无力啊 自己努力了一辈子 结果还顶不上别人一二十年的修行 人比人真的是气死人 他要是知道这叶浩轩 只是两年前才开始修行浩然真气的话 不知道该做何感想了 只是侥幸而已 叶浩轩笑了笑道 左老感觉自己冲击天道境 还有多少把握 天境 左红西摇头苦笑 此生无望啊 老朽今年已经九十有三了 常言到五十而知天命 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自己心里清楚啊 这辈子恐怕天道无望了 是在人为吗 当年张三丰 也不是一百岁之后才踏入天道境吗 然后以武入道 成就一代宗师的 叶浩轩淡淡地笑道 张三丰是天纵之才 我可不敢跟他比 而且我的资质也习松平常 这一辈子 恐怕我都没有希望踏入天道境了 左红西一边说 一边摇头道 左老现在是不是修行遇到了瓶颈 叶浩轩突然道 是瓶颈啊 我已经足足十年没有进境了 我左家这一层境界十分的高深的 需要无上的悟性才能突破 我的悟性不够 可惜了 我们左家当年也是一门数名天境高手啊 到了我这一代竟然连一个也没有 百年之后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见左家的祖宗啊 左红西探道 你们左家的功夫讲究循序渐进 但是同时也容易进入一个死糊涂 难以突破 你们每每即将突破的时候 就会遇到一个瓶颈 这个瓶颈非是一般的瓶颈可比 想要突破 必须要尽到十二分的精力才行 而你们往往在快要突破的时候 偏偏因为自身的精力损耗过重 而难以突破 就这样你们左家的修炼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之中 永远也无法突破 我说的对吗 叶昊玄微微一笑道 你 你如何知道我左家功法中的缺陷 左红西吃得一惊啊 他猛地站了起来 双眼中的杀鸡一闪而逝 的确呀 他们左家 这功法之中存在着这个致命的缺陷 导致他们左家的那个功法 一直处于一个死循环的状态 这也是历年来他们左家天境高手少的原因 但是一旦踏出这个死胡同啊 他们左家人的实力将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飞跃 甚至可以一路平稳标志先天之境 但是叶昊玄竟然清楚他们左家功法中的这个致命的缺陷 这个秘密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否则的话 他们左家以后将永远无法在江湖中立足 因为左家现在也算是古武世家 在江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祖上曾经出现过数位天接高手 甚至有先天之境的牛人出现 如果让人知道他们左家的功法突破时 其实就是一个死循环 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等待他们左家的将是一场灾难 他们左家以后在这古武界中 将再也没有一点地位可言 我是一个医生 说句大话 我的医术已经到了一个你无法想象的境界 我可以以气悬脉 你身体中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一清二楚 叶好轩淡淡地说 你想怎么样 左红西的脸色微微地一沉 尽管他们左家和叶好轩 现在是合作的关系 但是人心险恶 他不得不提防叶好轩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是合作关系 我当然不会做出对左老不利的事情 如果说我可以有办法改善你们左家功法中的缺陷 甚至助你突破瓶颈 达到天境 甚至是先天之境呢 叶好轩说 这不可能 左红西一个震惊啊 随即他连连摇头道 我们左家祖上曾经下大功夫 想办法去解决这个缺陷 但是无不是无疾而终 这是功法中的缺陷 人力是无法改变得了的 这不是功法的缺陷 这是你们左家人身体里的缺陷 你们之所以陷入这个死循环 那是因为你们的气海储存的真气的空间有限 如果改善这个缺陷 这对你们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吧 叶好轩说道 你真的能改善 左红西双眼中腾出一丝炽热的光芒 能 如果你愿意 我随时都能助你进入天境 叶好轩说 如果你能助我进入天境 并能改善左家人身体中的缺陷 以后左家真正奉你为主 左红西双眼中腾起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这是一颗天心玉露丸 我经过改良的 你且服下 叶好轩说着取出了一颗药 左红西想也不想 直接将这颗天心玉露丸服下 但是这颗药磕下去之后 他只感觉到气海中的真气 隐约有不受控制的倾向 尝试用左家的心法 控制你身体里紊乱的气息 让它最大程度的平稳下来 叶好轩又道 左红西尝试着 用自己的修为控制气海中的气息 他的修为着实不弱 再加上左家的功法相当的精妙 不到五分钟 他便把气海中紊乱的气息控制住了 丝丝的真气 顺着他的身体流入了他的周身经络之中 经过他身上人多二脉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意识里轰的一声响 周身上下的气流在那瞬间突然暴涨 左红西吃了一惊 他身上的真气不知道为什么 在那瞬间突然提升了数倍 以他气海现在的承受能力 是不可能承受得了这么强大的真气的 如果不好好地引导 他的真气会在数分钟之内把他撑爆 叶好轩给他吃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天心玉露丸 摒弃宁神 感悟天道 叶好轩一声沉河道 右手一直点出 点在了他的百会穴上 让他周身上下的真气有了一个宣泄点 真气鼓荡 左红西感觉到即将要爆裂的身体好了一点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运转左家心法 调节着即将爆裂的身体 什么是天道 叶好轩突然道 左红西正在耐心地调节着身体里的异装 叶好轩的话让他眉头一皱 他不由自主地说 天道就是天道 以穷一身之力追求天道 到头来还是逃离不了一线生死 这样做是否值得 叶好轩又问 左家子孙的意识里 没有止与不止 只有坐与不坐 左家生在这个世上 就是穷一生之力追索天境 达到武道之极 这是宿命 也是左家的道 左红西喝道 学武止境 武学的尽头不可能止于天境 或许天境甚至先天之境 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罢了 到达了这种境界 你将会发现天境之后 另有广大世界 叶好轩笑道 不可能 在这个世上 先天之境已经是武道之极 左红西眉头一皱 他的道心微乱 除却地球之外 宇宙之中另有三千世界 远古大能们同样是武者 他们以一身肉身纵横天地 跃出生死 不入轮回 但是他们同样没有达到武道之极 叶好轩顿了一顿道 区区一个天境你都迈不过去 那天境以后的广阔世界 你怕是无望领会了 不 左红西激动了起来 他是一个武痴 他以前一直认为 先天之景 是这个世界的武道之极 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但是叶好轩所述的三千世界 远远的超乎他的想象 按叶好轩的话来说 哪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存在 先天之景 也仅仅不过是踏入武道的门槛罢了 那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还有类似于神一般的存在 如果他就这么止步不前的话 是根本不可能见识到 真正的武者是什么样的 这对于一个武痴来说 简直是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想见识真正的武道吗 叶好轩淡淡的说 那就突破吧 一颗无上的武道之心 穷尽一生之力 追求真正的武道之极 左红西心中一阵 叶好轩的话让他瞬间顿悟 他在天道上的感悟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一个全新的天地 仿佛在这瞬间在他心头展开 呼 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之中一片轰鸣 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物体被分开一样 这个物体 轻者为天 灼者为地 在这瞬间 仿若天地初开的情形 又展现在他的眼前 天地万物 日月星辰 眼前的一切由模糊 变为清晰 由清晰变为平静 左红西双眼猛地睁开 他仰天一声清晓 周身上下一股强大的白气瞬间涌出 一声若有若无的龙吟自他身上涌出 他静静了 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感悟让他竟然静静了 十年来未曾突破的他竟然在这瞬间突破了 他感觉身体在这瞬间变得年轻了起来 他身上的真气从来没有这么充盈过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 原来这就是天静的感觉 左红西一握拳头 一种能击破虚空的感觉从他心头油然而起 恭喜左老突破天井 叶好轩微微一笑道 一声我左家自我左红西以下所有的底细 从此以后唯一胜马首是瞻 左红西对着叶好轩深深的一一 左老客气了 现在唯有重要的事情在身 需要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回京 到时候可以帮左家所有的底细提升实力 只要是左家玄境修为者 我都可以帮你们提升到天井 一声这话当真 左红西心头狂跳啊 我说话向来算话 左老对我没有信心吗 叶好轩微微一笑 有信心 一声不是一般人啊 左红西叹道 他有不少 叶好轩区区一个地界的实力 就能助他强行突破天阶 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世上恐怕也只有叶好轩能做到这一步 他不认为叶好轩这一辈子就会止步于此 叶好轩修行鼓舞的时间并不长 短短两年达到地界 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恐怖的 奉这么一个人为主 以后他们左家将会重铸辉煌 多谢左老的信任 叶好轩微微笑道 我保证不出五年 左家必定重铸辉煌 那我左家以后就跟紧医生的脚步 你让我们杀人我们就杀人 你让我们放火 我们就放火 左红西道 左老言重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 容不得那么多的打打杀杀 我只是想多份自保的能力 医生的顾虑我清楚 取取一个骨架而已 医生请放心 这一个月内 我出动左家所有实力精湛的敌系 保证京城不出一点问题 左红西说 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 多谢左老 叶好轩一拱手道 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了一颗天心玉露丸 这颗天心玉露丸 是我特制的 和你刚才服用的一模一样 找个递节修为的家人服下 冲击天井 事半功倍 多谢医生 左红西一席啊 连忙接过叶好轩手里的天心玉露丸 他心里激动不已 他们左家折服了这么多年 终于又要付出了吗 玉露丸 色调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